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一下今天行情下跌了139点 主要是因为下跌的加速很多 不过今天的下跌明显的比一般的这种下跌 还要来得更凶险 应该是说来得更...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话 一定是在今天会觉得不知所措 原因在哪边 因为早上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是没有什么问题 盘中才开始下沙的 不过其实如果你平常就有一个好习惯 相对来讲就是股票都只做一段 那做完以后就把它出掉 你就不会遇到这种太多的问题 对不对 像以今天来讲的话 很多股票它涨完一段时候 开始有拉回 拉回就比方说 我们看到像这个 哪怕你是抢反弹 那这个反弹抢完以后 你说抢这个反弹也没有不对 因为这边有一个双底 那这边有一个假突破 可是纵使你买在右脚 因为你一定是觉得 这里是打一个双底 双底的操作方式有两种 一个是买右脚 买右脚的发动点在这边 再不然就是买过景线以后的回撤 你可能买在这边 两个地方 那你买过景线回撤的话 这边也会出掉 那你如果是买在右脚的发动点的话 买在这附近 当然你可能会出在这里 所以你在空头格局当中 你去抢一个右脚的反弹 都是对的 也不能说你不对 因为你实际上有赚 可是如果你不出 那就变错的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今天哪怕你是做一个 波段上攻格局 或是你去抢一个跌升反弹格局 或者是做任何一种合理的操作 它一定都有一个合理的什么 合理的节奏在里面 就是你要进出 进出 对不对 这个你可以从很多股票看到 比方说像国剑 你会有一个进出 那进出的逻辑 当然第一个一定是 假设你在这边画一条上升趋势线 对不对 你会在这边失手先做一个全出吗 假设你不会画上升趋势线 你也会用时日均线 对不对 像我的画不会用时日均线做进出的标准 我的画直接是日落 你这一根就是日落 你这里如果不当作日落 因为这里有一个缺口 最迟这根也是日落 反应够快的 这一天不创新高 就准备该走了 然后就等下一个买点 那下一个买点周而复始 你把那个周线叫出来 它这一根日落 对不对 那你就等到下一次日落日落日落 你要像这样子 这里有没有 日落日落日落 这一根日出 未来在这边拉回 这有一个地方买回来 所以这一次银剑股 它给了大家一个高档拉回的机会 这个当然下一次的买点 预估会在一个月之内出现 我们也跟大家讲 这些都是市场上的机会 然后上一次拉回的买点就是鸿海 然后这里有一个日落 对不对 买在这个日出 那就没有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 像包括华硕 对不对 他们都是属于上个礼拜做出一个日出 周级别 那你在日线上就没有什么问题 哪怕你今天是华硕 那一样 等到你日落了 就获利卖出 对不对 把获利卖出 就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件事 股票它其实是有一个合理的节奏 我这个做完五天 最好做的那一段以后 我就先把它卖出 那因此的话 如果你平常就养成这样的习惯的话 今天在这里做鸭回 你就不怎么会去伤到 好 那解盘的话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首先指数 指数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强的 因为 站在80上面已经两天了 虽然现在今天收黑 可是你看今天收黑 事实上还在10均线上方 它这个明显的转弯 倒是OTC 好 我们先来看见顶 就是让大盘座上工 一定有对的股票 那上面 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讲见顶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突破 正常的突破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在串个新高 昨天跟大家讲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滑城 滑城的概念比较不一样 我昨天花了比较久的时间去讲 我拿滑城这一根红棒 来对比这一根红棒 对不对 一样 它就是一个高档压回以后 第一天转强 它要一个回撤 那你看这根红棒它做一个回撤 对不对 这根红棒它也做了一个回撤 然后直到这个位置为止 开始出现红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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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真正的攻击 所以这种现象会出现两到三次 我觉得对重点来讲 就第一个涨停的时候 你隔天不要追 当天攻击的时候 你可以做短差 但是你要注意 拉回的时候 要开始站在买方了 它开始拉回了 因为开始站在买方了 这个时候你就看 因为它的州级别 有机会在本周 开始进行一个多头抵抗 这个比上个礼拜高 这有开始出现一个震荡区间 而且这个礼拜量 应该会比上个礼拜大 所以下档在这个地方 已经慢慢有人熟了 类似这个现行是 上一次发生在谁身上 你知道 坐头不成 谁啊 3324 双红 坐头不成 这个就坐头不成 你看这一根跟这一根 跟华晨有没有点像 含义是一样的 两档股票都在一千前面刹车 两档都是最需要上千的股票 对不对 因为你AI这一端 现在的重点 因为你看 像川湖这种股票 虽然说 第一个你有季报 然后 你的产业也是对的 逻辑大家也认同 但川湖能不能够带起 这么大的一个气氛 很大的原因就是说 川湖他长自己的 顶多一个南郡 对不对 可是双红不一样 双红后面小弟一堆 他后面小弟我可以找12个出来 这个上去不得了 整个门派都要动了 因为有的股票 就像那个 华晨 最重要的几支股票 就是 大家就是力拱 哪怕你今天不是做双红 都希望双红衝在这边 撑在这边 对不对 你随时会有散热出来 不过这个还是要来跟大家讲 就是说 你不是每次散热都做同一档 比方说上一次是吉茂嘛 那这一次一定有新的散热 对不对 或者说上一次的饥渴 那这一次的话 很多人去抓这个成名店 就是每一次上工的股票 他都不一样 所以还是回到我们节目 讲的一个重心 股票是要做他最好做的那一段 每段做的股票不一样 没有关系 股票不见得 一定要做到他什么底跟头 任何一次的过程当中 我们最重要的是在你的资金 你的资金换成股票 在换成钱的过程当中 他变大了 一次有一次他越来越大 他就是一个操作的重点 所以说 华晨我昨天有跟大家讲过 看这个回撤 是不是变成一个新的地点 不用追 但是你拉回就要找买点 这一档股票 我带的朋友里面 我们会针对他什么时候去供一千 做一个专门的攻略 做一个专门的攻略 我们最近有有几个 跟我们一起操作的朋友 其中有好几个很有实力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次情绪的高峰 就是第一次新情绪的开始 上次情绪高峰 当然就是来到 营键短线有一个高峰 等到情绪平复以后 我们再把营键买回来 另一个情绪的开始 昨天有跟大家讲 在非电资金当中 他也不愿意去做电子 就算做了电子 也不是现在 因为OTC在跌 所以我们昨天就来提前 跟大家布局万海 今天涨停的就是他了 所以不可否认 我们就再讲一次了 其实仔细想想看 就是说当今市场上 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 我想分析师也是一样 有一个风格或组件 对不对 我的风格会比较明确 就是我都做主流股 对不对 至于主流股的风向 什么时候来 我觉得当第一个人才有价值 他刚开始出现那个风向的时候 你就要把握到那个位置 等到你完全认同他的时候 全市场认同就是高点 好那再来就是OTC 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为什么最近在这边 他的指数都一直没有办法 越过前一天的高点 你看嘛 他一旦做拉回以后 他都没有办法做 你所谓的 越过昨天的高点 像这一根算不算 有的人说 这一天没有越过这一天的高点 那你越过前一天的也算了 你至少有比前天的某一个 某一个还要高 那如果以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就这一根 以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就这一根 对不对 因为这两根可以合在一根看 两根加起来等于这根的日出 那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这个现象 你就等它整理完 那OTC要怎么样来做一个演变 那先来讲一下说 这会变成一个大型的ABC 呢 OTC这里要变成一个大型的ABC 首先 上一次大盘在这里出现低点的时候 是台积电 对不对 但是在OTC本身当时没有做一个 比较明显的爆量 也就是说在现行的结构上 ABC的回撤 就是说这个现行回撤 OTC是比大盘还要没有共识 因为大盘的这一天有7000亿大量 OTC没有嘛 可是OTC它弹的比较高 那尸首季线如果季线是上扬的 是站在买方嘛 所以最有机会演变成的逻辑 应该就是一个大震荡三角 再往上做一个上弓 所以看看这一次的时间点 这个反弹并没有让它Ks回到80的上方 这就是种下一个弱性 有没有 它没有80的上方 那期待它下一次上80 这一次没有 你既然没有的话 当然要交代一次拉回 所以我不把拉回当成是一个空方的起点 但是我会告诉你 这一波涨的股票涨完了 拉回以后再上回换下一波股票 这个就是再一次验证 验证就是在我们的格局里面 其实一档股票只要操作一段时间就好了 你有赚到那一段的钱 卖掉换下一档 藏保安康 藏保安康 你像看以前市场上做过那种伟大的梦 最后结果都是怎么样 除了台积到现在为止还在 市场上做的那种只要是伟大的梦 最后结果都是什么 你看过太多了 一千块的宏达电 一千二的国具 对不对 一堆行销的生计股 那些都是有梦在上面的 七百八百 然后一千多股票一大堆 IC设计很多 股票就是这样子的 有赚到换下一档 轻松一点反而很容易 就是赚到钱 最近母亲节 就是你们觉得 妈妈跟爸爸最大差别在哪里 爸爸有时候想的比较远 就是比方说一件事情 他可以想二十年后 妈妈也会想那么远 但是妈妈要面对的是 今天晚上就要面对的 菜前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母系我们说 紫微斗树里面有一个东西 叫太阴跟太阳 太阳是代表男生的思维 太阳是代表女性的思维 就一般来讲这两种财度 大家想象说一个是照耀天下 照耀所有人 太阳不是 太阳就是照耀你关心的人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他的财 他的那种钱财 他是一阵一阵绵延不绝的 细水常流行 做股票应该是要像这样子 细水常流行 你要一直有钱赚 一直有钱赚 哪怕你这一次 只有赚三成也没有关系 三成就是一倍 对不对 我觉得可以好好的思考 古人的智慧 对不对 太阴 月亮代表用母爱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华硕 刚刚讲过了 他其实 你做完这一段 再做下一段也好 他昨天只有开D 交代一下景线 今天创新高 那这一次因为双A是这样的 NB除了那个 简单来讲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出给华为 美系的很多东西都不能出 Intel他们都不能出 所以华为的NB 它的市占率在美国是下降的 那当然受惠的是我们双A 对了 长线原因在这边 不过长线原因不是最重要的 股价的反应才是最重要的 就像我跟你讲的这个逻辑 它不涨也是没有用的 对吧 结果呢 我还是看对了 再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双红 我刚刚讲过了 散热的这个部分 它已经整理到尾端了 所以你说电子不强吗 我倒也不觉得 可是仔细看一下 大盘击杀的那一天 如果你双红砍在最低点 是不是就很辛苦 所以股票我说 就是你ABC 那像这个的话是CPO被没收了 那也无所谓 你拉回的过程当中 是把握每一次下一次的买点 现在看起来的话 所有的整理的区间 都在最后两根K棒里面 等于是上半步 看起来散热到尾端了 高利注意哦 现在分盘交易 它比双红先上去了 再来我们看一下陈明店 这一些通通都是绑着散热的概念 机壳也是一样 那陈明店的好处 当然第一个它价格低 想象空间又大 然后又绑着广达 再来我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这次的奇洋 我们来跟所有的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刚刚说的 如果你看双红一定就是讲散热 那散热我想大家都认同 因为这个是黄仁勋点名的 再来就是说 每一波其实会有一支最强的散热族群 对不对 如果是一般程度你就看 也不能这样讲 就是说这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这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对吧 那也不用我说 我想你们老师解的大概也是这几档 你们老师讲散热 是不是讲双红 奇红 陈明店 高丽 对不对 没错嘛 那如果说你要赚到大钱 像我们 就会 吃到这种 吉帽 这边五根 这边五根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转机型的股票 转机型的股票 在五日冲里面所代表的重点 不要说尼格的超重 或者说这次的吉帽 拉五根 对不对 紧接着 我们就会帮你找新的机壳 那伺服器的水准散热 我们看齐阳 他这一次讲到 为什么这两根跳空缺口出来 他的二代艺人要在这次电脑展亮相 所以大家看一下 消息出来的时候 当然这两根你买不到 很正常 没什么量 你能够买到的点就在这里 当大盘在震荡 人家大跌我不跌 然后我又是新的散热 今天的结局只有一个 我掌停 所以 来再次证明 再次证明 我们这一次有先帮各位来做掌握的格局里面 这一次我们有一个母亲节的一加三的活动 一加三的活动 大家仔细想想看 这两天唯一能够买的散热族群 今天领先来过高的不就是他吗 这一次我们的母亲节一加三 因为我们很少有一些特别的活动 今天当然有 因为母亲节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母亲也是 郑华会踏入股市分析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机缘 我母亲以前做股票也是很辛苦 当然以前小时候不懂得妈妈的辛苦 对不对 可能妈妈只是想要多增加一点这个家庭的收入 不过我后来当了分析师以后 我回想起来 我在年少的时候 我母亲在做股票的时候就常常看电视 然后也会有念到一些东西 像以前也是这样子 以前就是 我跟你们讲以前是怎样 以前在供12000点的时候有供两坡 他是有一坡供上去 然后后来有一次正所税 然后又到头往上去 然后正所税之前的拉回 跟正所税后面的那一段几涨 他两段是分开的 前面套的那一波当中 第二次创新高的时候很多股票拉不上去 因为后面那一段是跟着日本涨那个资产 就有一些 现在那个名称都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叫做银行股 现在都监控 名字都不一样了 那我曾经很白目的去问到 有我妈说 那因为我算蛮认真的 因为我还知道上去又下来 就是我的恩字是打在我的骨髓里面 你看我年少的时候 十七八岁就有恩字的机缘 就是上去嘛 郭婉容下来 就恩字拉回 然后再上去那一段 最后面那一年 喷去那个一万两千年的时候 后来上去那个时候 我刚好是升到高级 我有很忘记 那我就很高兴 然后指数会大涨 然后就跟我妈说 赚多少了 然后我那时候听不懂 但是我多年以后回想起来 我就懂了 原来第二次指数在创高的时候 前面那一波套牢的股票 很多都没有解套 那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很多分析师 在电视上讲的股票 死了他就不讲 对不对 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就这样了 何况是现在 现在也是很多分析师 他讲的股票 强的时候都很强 死的时候不会再讲了 你自己吧 你不用问我 你就知道了 你最喜欢看那几个分析师 他们死掉的股票 他会讲吗 没有 一大堆 我就不好意思说 好多都破底了 对不对 汽车的超多的 汽车一大堆 死光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一加三 特别针对所有操作股票的人 我们来讲一件事情 除了一加三本身给你的一个 丰富活动内容跟 就很简单 就优惠之外 然后呢 还有一个最要重点 我觉得我会把这个活动 推荐给所有做股票 比较辛苦的朋友 就是 为什么我都追到高点 那为什么我要买的时候 你看这真的有这种人 买长荣掉下来 然后不敢买万海拉上去 你问我为什么 一个在相抵一个在相顶 所以你不能说买长荣不对 你应该说上个月做长荣 这个月做万海 这句话就对了 对嘛 吴日冲就这样 一般人不知道 这特别推荐给你们 每个礼拜做好一段股票 我们先进一段股票 稍微下回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旺戏 那你看这是四月中旬 四月中旬 走这一段吧 实际上在我认为 其实大概就是做这五天 你也知道他不创高 出掉算了 那再做这五天就行了 不见得一定要都把它抱着 抱着辛苦 回家抱着妈妈 不要抱着股票 抱着你的钱 那这旗友 我们看一下 那个五月六号 在这里特别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五月上工的股票 有没有从这个地方抱上来 不用了 这地方再进场就行了 好那你看是不是五天 对吗 没错 安全监控 这个跟NB一样 是受惠在中美交恶的产物 因为去中化的话 当然单子就跑到台湾来 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前面的Q1 EPS 一块钱 市场上也买不买单 市场上有可能买单 市场上也有可能不买单 要看你怎么讲 那有时候你一P1出来的话 市场不满意 或者是说你有新的费用 是之前大家没有顾到的 像今天文业 一根跌停 再一根长黑 对不对 踩到怎么办 等解套 那人家也是龙头 所以其实文业 在我的理解 应该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 你仔细想 当你已经做到这五天 你再做到这五天 后面都不用去碰它了 对不对 两个五天够了 一档股票 你做它一个波段了 你说要全部都把它吃 吃干什么样抹净 然后再带放空 不需要研究到那样 做好做那一段就好了 这就好做啊 这好做啊 这一段好做啊 做这段就好了 难做就不要做了 好广达这个底部有出来 但是呢 反攻就是这样嘛 反攻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一下围影 尝试来组一个底 两根上影线 它的底部是收高的 信心这个跟刚才讲的双A 有点关系 因为毕竟就是说 它本来就在做NP的轴承 NP都在涨 你说你不涨 也市场上也觉得 应该是说认同度也不高 你NP都在涨 你涨轴承很正常嘛 像现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在涨之前 手机那几支 对不对 艾姆勒 这个是切入这个 伺服器散热拉回以后 第一根转墙 这很明确是第一根转墙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第一次收在昨天高点的上面 对吧 就日出嘛 好来我们看它建村 这个工具机 那这些都是所谓的Q1营收 记号带出来的股票 都是一些新的股票 然后我们看三方今天有创一个新高 注意一下三晃也有 不过我们看到三方是创这个波段的新高 更有共识一点 然后杨明 杨明就跟刚才的这个万海一样 玉明今天还不错 它直接开的低点是在昨天长黑棒的上面 有看起来要量缩做化解换手的样子 好雷虎我们昨天说过了 政策股其实 在这边有转强迹象 那果然没有错 三阳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资产的概念 对吧 它不是今天涨的吧 不是啦 涨好几天了 所以每个阶段都会走一个新的族群 好现在资金进来 就看到电子是散热 加上一些中美抗争下的产物 还有在在传产飞电这个部分 原先的主要在整理 新的股票是一些之前没有涨到的 更符合我们母亲节1加3的这个活动 那么母亲节前的最后交易日就明天了 周五带你进场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被投资人以独立则 不灭 第四个活动 Kabu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